约西亚的新书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我是下凡哥哥 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 马拿西的悔改 亚门的再次犯罪 都让犹大国在大起大落之间 国家也跟着不平静起来 亚门被暗杀之后 他的儿子约西亚成为新的王 他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 跟之前的马拿西亚门 他们大多留给他们是不好的榜样 甚至他也只经过 马拿西王的一点点悔改 对于约西亚来讲 他会有什么印象 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首领们推选了 约西亚成为新的犹大国王 这时候约西亚才八岁 随后在耶路撒冷统治了三十一年 很特别的是 他的母亲叫耶底大 是薄西加成 亚大亚的女儿 或许因为 他母亲是犹大宗族的缘故 也带给他很正确 而且虔诚的榜样 让约西亚很用心的 去做天父爸爸认为对的事情 他也学习过去的祖先 大魏王的作为 就在他成为犹大国王的第八年 他就开始参与各样的敬拜的活动 之后他也一步一步的开始 把犹大国境内 那一些不应该存在的神庙 都给废除掉了 当然陆续的 他也让人把这些神像 神柱把它都拆除 而他在一生当中 不止在耶路撒冷这样做 连跟着到各的城镇 甚至马拿西 以法连的河东之地 还有在北边的拿佛塔利 他都尽全力的派人亲自去处理 而他会这样坚持 更是因为在他在位的第十八年 又发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在约西亚努力统治国家 一直到他在位的第十八年的时候 他正在检查过去许多重要的政务 突然看到一些关于圣殿修缮的事情 他就派米苏兰的孙子 也就是亚撒利的儿子 他担任王室书记的沙凡 他去到圣殿去 尤大王约西亚就吩咐他说 来 你帮我到大祭司西勒家那里 去拿一份财务报告 上面有登记着祭司在圣殿门口 值班的时候 向人民收集来的银钱账目的内容 然后要他们记得把那些钱交给主管修建圣殿的人 用来支付工资 给那些木匠 建筑工人 泥水匠 并且用那些购买修理圣殿所需要用的建材用料 只要好好的记录清楚 那些负责修建工程的人 他们都是诚实可靠的 就不要跟他们去细算每一笔账的状况 沙凡赶紧把大王的命令传达给大祭司西勒家 就这样开始整个省修整理圣殿的工作 有一天 西勒家派了人飞奔地跑去通报沙凡 他们在整修圣殿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到底西勒家在圣殿整修的时候 发现了什么东西呢 西勒家他们在圣殿里 发现了一本重要的教导百姓的律法书 这本重要的律法书被赶紧送到沙凡那里 沙凡仔细地看了一遍 知道这是一件大事情 他赶紧带着这本书去到王那里报告 王啊 仆人们已经把圣殿的钱交给主管修建工程的人 他们也在逐走进行整个修建的工作 大王尽可以放心啊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 又继续跟着说 不过西勒家他们发现了一本书 我带了过来 要读给您听的 约西亚王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他就看着沙凡 让他可以替自己读来听 沙凡就高声地朗诵给国王听 国王越听 脸色越凝重 甚至开始紧抓着自己的衣服 甚至连衣服都因为太用力而被自己撕破了 到底这书里面讲的是什么话呢 让国王的情绪起伏这么大 约西亚王是愤怒还是伤心 只看到他越来越激动的表情 紧张又难过的样子都交杂在他的脸上 听完之后 约西亚王神情严肃地 叫来希勒家的祭司 撒凡的儿子亚西干 还有米盖亚的儿子雅各坡 王室书记撒凡 还有王的侍从亚萨亚 都到他的面前来 对他们说 你们去为我和全犹大人民求问天父上帝吧 他让我听到这卷书里的教训 是要打算告诉我些什么呢 原来今天天父上帝向我们生气 让我们受到这么多不好的攻击 根本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祖先 没有听他的教导 没有照着这书上所教导的去做 他们几个人听了 又看到国王的神情 知道这个命令 是得要立刻去执行的 五个人就跑去找到一个名叫 护勒大的女先知 这个女先知就住在耶路撒冷的新城区 他们去到那里 就向女先知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还有国王想知道的事 护勒大听完之后 就为他们祷告 然后他们回去见国王 传达了天父爸爸的心意 他们一回去 就赶紧把天父的话 转告给国王说 上面说 我要照着那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来惩罚耶路撒冷和他所有的居民 因为他们离弃了我 去随便向别的假神烧香 忘记了我对他们的保护和恩典 甚至去拜那些自己造的偶像 惹我生气 但是今天 犹大国王你自己的上帝 你们以色列的神 要这样的对他说 你听了书上所写的教训 警告 就谦卑悔改 我听见了你的祈求祷告了 因此 在你死以前 我不会降下那样的灾难 给耶路撒冷 原来国王的一点点悔改的心意 就延迟了这可怕的刑法 这个信息更坚定了 约西亚对上帝的信心 让他坚定的去做那些对的事情 当约西亚听到律法书上的话 又听到女先知护勒大 说出上帝对他的恩典和警告 他就赶紧把握这个机会 召集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领袖 要他们一起到圣殿去 当然 在那里的祭司 立位人们也跟着开始集合预备 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民 无论有钱没钱的也都跟着到了圣殿 约西亚王在他们面前就开始高声宣读 在圣殿里面发现的这本律法书 约西亚王为什么要这样诵读呢 他知道除非百姓自己明白 不然这样的改革只会变成一个法律规定 不会带来百姓们从心里的改变 读完之后 王自己就站在圣殿的大柱子旁边 也就是国王平时献祭的时候 该站的位置的地方 让所有的百姓跟他一起 重新向天父爸爸立约 决心要跟从上帝 一心一意遵守天父爸爸的法律诫命 而且要彻底实行这本书上面所规定的命令 这本律法书也有人说是约书 约定的约 因为这一本正是当年摩西 从天父爸爸那边所得到的教导 有人说就是圣经当中的生命纪 也就是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 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失去了这么久 当然所有的人也都为这样的事情开心 也重新和天父爸爸立了约定 就一同齐心协力 要把许多那些不该有的东西 不该有的神像通通都除掉 百姓就和约西亚王一起 带着国家开始改变 小朋友 天父爸爸的教导 其实他们一直都有 只是忘记了好好的去看他 我们可不要忘记 有一个天父爸爸给我们的圣经呢 让我们天天都来阅读 天天放在心上 小朋友 很开心你每一次都能够来准时的 听我们的儿童圣经故事 如果你有任何的话 想要对下班哥哥来说的话 欢迎你可以上网 找到救恩之声的网站 救就是救命的救 恩是恩点的恩 救恩之声的网站 而且找到我们的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选项 把它选进去 就会看到留言板 欢迎你留言给我 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在那里电话 下班哥哥一定会尽快的给你回复 好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了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小孩 我我我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